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梦之声的消息 那经过三个月的大浪逃杀呢 中国梦之声总决选终于要在本周日华丽登场了 那昨天呢进入了总决选的六强学员 进行了对决前的最后一场粉丝见面会 那虽然还有一周的备战时间 但是每个人心里呢都已经有了心目中的冠军人选 中国梦之声八禁六之后 连续两周没有站在梦之声舞台上的学员们 似乎都有些空虚寂寞冷的症状 你知道休息这两个星期我失眠 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其实有点迫不及待的声音 很快去再次站在那个舞台上边 后来别急距离你梦寐以求的梦想之夜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而这次六强集体亮相始终及对战前 最后一次忍起试水 从现场看来 李翔翔和James的粉丝情绪都激进爆表 后来和安岚表批实力无可可逼 两朵女人花一个娇艳一个高贵 魅力实在无法挡 这六位谁到底能留到最后 却是可爱呀 我觉得爱飞和李翔翔其中一个吧 他们两个就属于 就怎么看怎么像偶像啊 李翔翔嘛 李翔翔 其实我不想说出这个人的名字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选了 所以就是他 好啦李翔翔 李翔翔 李翔翔的学员内部众望所归的一位 那么任性王对于冠军人选怎么看 这实话真的是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任何竞争的东西 就是觉得谁是冠军都还好啊 就是我看中猴磊 我觉得猴磊他适合 我觉得他蛮适合冠军人 本周日的总决选将进行四轮比拼 除了六位学员和四位导师 现场还有神力嘉宾空降助威 究竟谁能成为第一季的中国梦之声 本周日晚东方卫视告诉你答案 是有压力 但是我们会克服的 老娘拼了还是这句 新一路赛线上海采访报导 更多的比赛盛况呢 也敬请关注本周日晚上 中国梦之声总决选了 我们也是期待着冠军的诞生